或者wifi啦或者是相关的其他外部的media相关传进来的一些相关讯息 那其中有一个是简讯 所以我们要能够让他接收到简讯 你还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intent的一个filter filter就是过滤器 那过滤说哪些动作才可以做 哪些动作不能做 你必须要去设定这个filter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很抱歉你就不能去接收外部的 所以不是我可以receiver建好之后就可以去接收 你还要去做相关的设定 那相关设定从哪边设定 第一个从manifest里面设定 那manifest里面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切过来的话可以切到application application其实顾名思义 你可以应用一些什么东西 那应用的话基本上指的应该就是我的理解 应该就是说具有控制权的那一个类别 或者就是一个有控制权的 在Android里面的他的说法是叫context 就是context 那所以context目前所指的 大部分就是指至少就是activity pocket receiver service这些东西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加进来 如果说你没有加进来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它们的 所以说要怎么去加呢 前面讲过来比如说我加了一个新的activity 就是image好了这个image 那我要把它加进来的话 第一个你先浏览一下 browse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就是叫做image 所以你就找到image对不对 然后把它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再把它怎么样 再add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跟证一下 应该选这个 再把它browse进来 这边browse 找到image 我可以按确定 跟证一下 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先从add开始 add这个activity按确定 我要新建一个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image 记得先add 然后再browse一下 找到activity 然后再找到image 那找到image之后的话 再把它套用上去 这样就完成登记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上面怎么变 改掉了 OK 把它再改回来 原来是gd03 然后把它再套用一下 OK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我们就至少 一个两个activity 把它先加进来 再来的话呢 再加一个bockets receiver进来 那bockets receiver 因为它是操作界面 跟我们平常的操作界面 比较不是那么直觉 所以特别主要先add 再找到那个image 然后再把它套用上来 那再来第二个是 把刚刚的那个bockets receiver 也加进来 那bockets receiver怎么加 这边add之后的话 记得选上面这个 里面的话呢 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receiver这个 按确定 它就会去找找看 你的清单里面有没有receiver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browse一下 去帮我搜寻 里面刚好有一个 就是receiver 按确定 OK 那一样把它套用一下 不过呢 这个receiver的控制 这个加进来的方法 还不那么单纯 因为呢 它还必须要给它什么 我刚刚讲的 intent的这个filter 如果你没有intent filter 你也是没办法接 那我比如说 我要一个intent filter add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intent filter 你要先给它intent filter 按确定 那再来在intent filter上面 还在加什么 再add action 那action是什么样的动作 你要去做接收 也就是有点像 你要频道 你要转到哪一台 你才可以接收到 那个频道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action 我们要接收什么 其实你把旁边 这边有个清单 点下去 你会发现 它可以 它可以做的 其实还蛮多的 比如说像 各位大家可以理解的 像Bluetooth 外部的Bluetooth 还有一些device 等等的相关的 然后还有一些media 的一些动作 另外还有像什么呢 WiFi的一些动作 有没有 那我们需要找的 应该是哪一个呢 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最后面 各位可以看到 应该在倒数 第几个 第七个吧 二四六七这个 针对那个 telephone 有没有 provider telephone sms的receive 这个动作 可以让它去 去做 所以特别重要 你要加一个 intent filter 然后呢 可以去什么 帮你过滤 如果有电话 的简讯 传进来的话 你要去做什么动作 OK 第一个 特别重要 这边要加把这一个 equip加进来 receiver加进来 加一个intent filter 再加一个action OK 第一步 你可以先把它save 因为这部分先把它save 第二步的话 特别注意还没完 再来的话旁边有个permission 那permission 特别注意 我讲过了 就是在安装的时候 会秀出来 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要使用 你要能够 就是让我使用你的一项 功能 就是说呢 就是叫做可以接收简讯 我这个app呢 我要能够接收到 你传 也许别人传进来简讯 我要也能够知道 你传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怎么加呢 第一个add add里面的话 会有个use permission 那将来会在 使用者安装的时候 会跳出来 那哪一个permission呢 点击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其中会有一个 就是大概在往下 中间吧 这个permission里面的话 大概往下一点点 就是叫做receive recieve什么呢 sms 你在这边有没有receive recieve什么呢 sms 特别是不要选错 因为之前有 有很多同学选到mms 奇怪一直都没办法接收 因为他选错了 记得是sms是简讯 这个permission加上来 才就可以达到我们 这个接收简讯的目的 当然你也不要乱加一堆 因为有的时候到时候 就像一些那个 现在有一些 骇客的app 他就是会在这边开通很多 比如说开通联络人 其实你要看 你安装的时候看到 开通联络人 其实就很危险 为什么 一般为什么要存取联络人 对 如果他做出一些 自动的一些动作 他帮你传简讯给你的朋友 跟你朋友说 我最近缺钱 最近有困难 我讲缺钱 可能人家 第一个就可能 以后打电话来就聚接就对了 OK 那当然有这种诈骗 类似这样利用这种方式来做 OK 那就是从这边去做设定 所以你不要设定太多 无关的permission 所以permission里面有哪一些 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方案这一些 比如说这个 assess这部分 比如说像什么location 这些就是gps 有没有 find location就是gps讯号 那有一个叫做什么 close location就是wifi定位的 另外像什么wifi的功能 有没有这些wifi的功能 或者是什么一些相关bluetooth的功能 如果你要使用到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device你就是要permission 没有permission就是不能用 另外像要使用地图的话 会需要用到像internet 所以有些很多功能都会需要用到internet 如果没有internet的话 地图是一定乱不起来 因为google地图是 所谓连线版地图 一定要有internet 这个permission 我们这一题需要用到的是receive SMS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save了 save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 应该 就可以看到 它预设应该是 就是会跳出 waiting SMS 它预设是先 把man这个画面露出来 那当我怎么样呢 切到ddms 你传递一个什么呢 简讯过来的时候 它应该能够去接收到save 它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有filter 可以 这个时候它就接收到 除了本身手机可以接收 手机一定可以接收 没有问题 那你的app可不可以接收 也可以接收 也就是说 因为我有个permission 是可以接收 那不是说只有手机能接收 这个app本身也可以接收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用这个sample 来让各位了解 如何使用boquet receiver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了